大家好 我是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今天非常开心 台湾最近有很多很好的展览 不管是其美呀 还是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 今天我们介绍的 我左边就是高美馆的展览部主任 曾方林 你好 我中可好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 还有观众朋友 大家对 好 曾方林呢 是以前是 你是中山大学 学中文吗 中文 那后来到国外读书 后来呢 然后到这个 你在高美馆 已经做了二十多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一个地方上二十八年 然后你做 curator 做这个做展览 策展人 策展人 策展人是非常愉快的一个工作 但是也要 也要能够承担很多的高压 对 因为艺术家 艺术家脾气都不好 还好啦 我们还蛮喜欢他 他们的真的 不是 我最后策展人 就很辛苦 要这些艺术家来 然后或者是说大美术馆跟你们合作 所有的灯光 对 我觉得也蛮高压的 我觉得应该是说你们 我们是超过 我觉得不要是想着说艺术家好像很难搞这样子去想他 而是说我今天就是要把艺术家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 对 他们要要这样子 他们要求是合理了 对我们要我们要超过他们 对对对对 然后艺术家就很开心跟我们一起工作 你当初是在中山大学是读中文的 对 后来到国外去学什么 对 就是人类学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在高雄是蛮辛苦的 因为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高雄都被人家讲说是文化沙漠啊 谁会受得了 可是呢我们其实很爱艺术 但只能在书上翻 所以呢当我们在国外快念完书回来 知道说自己的 哇自己的城市有一个美术馆 其实是非常开心 但是又很紧张嘛 又不是学艺术的 怕人家不用我 或者是你就考进去 我也考进去 谢谢我的第一任老板 他那么勇敢 然后再开始去了解美术馆 然后慢慢做策展 真的是learning by doing 对对对 然后你在大学曾经教过通试课程 就是教大家说 学之间美术馆的这个 对因为其实当时 这个课程叫什么 其实在就学校里面 你们一定常常有 就是修一个课就是叫什么艺术概论 很多人是这样 啊我不行 我觉得这样不好玩 我大学是有读 就是应该什么通试课大家都必修 不要说通试课了 必修了 我已经打工 就是就是就是那个那种课程 就是好像大家都可以去 就是好像可以 就是营养学分了 应该大家有听过 可是很好啊 其实像我们长大才发觉 很棒 从不会接触这个艺术 不懂不懂博物馆 然后开始去了每一个城市都要先找博物馆 了解当地的文化 他们收集的东西过程等等 到到到全世界各地去看 它是必备的行程 没错 那现在我们有一天 我们今天也可以很骄傲的就说 请大家快来高雄来高美馆来看我们这个瞬间的展览 瞬间这个展览 这瞬间是然然是跟英国的泰德现代美术馆 你跑过多少美术馆 你这一天到现在我也是 我没办法算 我一定超过 我一定超过六十个七十 六十个对 英国的泰德美术馆有四个 对 有四个 你们是跟泰德的现代美术馆 其实泰德美术馆很有意思 它虽然有四个 它有不同的名称 可是他们都会叫做同一个 对对对对 我已经问过了 而且他们的典藏就是不会分 比如说他们现在就有八万件 这是非常厉害的美术馆 不过当然就是跟我们这一次呢 直接合作的这个泰德马登 相信是所有喜欢 就是伦敦的朋友们 就是最喜欢的 因为他也是最多人去参与 他是以前的二大战之后 火力发电厂改 好厉害哦 我去过四个 我去过三个 好厉害 我去过三个 哇哇哇太厉害 然后他就是火力发电厂改的人 很漂亮 然后他跟另外的 跟泰德的British 就是就是英国 他们有分 对其实就在一条河上 你可以去做河就两个 对两个博物馆都可以看 对很厉害 就是说你看他的那个发电厂 以前在的这个南岸 就是就泰晤士河 对对对对 那是没有人要去的地方 对对对对 可是你看一个美术馆成立之后 他会变成大家最喜欢去的地方 所以这一次 各位听众朋友 这次是展期已经开始了吗 从6月29号到11月17号 因为高雄市立美术馆是30周年 三十对三周年 所以这一次呢 是就跟英国的泰德县代美术馆 然后呢 跟你们合作 对 这里面还有一个企业家在那边帮了 最重要最重要的 我想我想真的是要感谢国居基金会的陈泰明董事长 我想是因为呢 我相信也是他从中帮我们接线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说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太 我觉得我认为台湾的 就是就是我们台湾民众 也应该觉得很骄傲的 因为呢 这真的是泰德美术馆 他第一次 他真的第一次跟私人的藏家合作 就是跟第一次 跟陈泰明 对对对对 全世界没有跟别人的 陈泰明 所以我觉得很感动 陈泰明这次本来在就约了一些朋友去英国看 可是其实背后已经跟高雄市美术馆合作了 要做这个展览 我觉得很高兴 很谢谢陈董事长也能够想到 能够把这个展览带回到他也 他也相信很support我们的高美馆 那同时呢 其实高雄也是他的故乡 他是高雄还是台南 他是在高雄念念到高中 对对对 所以他是台南人那天我觉得好感动 就是在开幕的时候 他就是陈董事长也有提到 他说我很高兴 我可以有一天把我这么棒的收藏 带回自己的家乡 这次泰德现代美术馆出多少间 他们一共有34件 然后然后国具21件 陈泰明皮叶出21件 21件 然后合在一起 55件 在英国展完了就整个到这边来 对 为什么叫瞬间这次 其实呢这个瞬间 我们其实是跟着他原来的英文的展明 那那英文的展明叫 Capturing the moment 其实我们如果 Capturing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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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住在现在 对那其实这个 这个字是一个 就是我们在摄影 就是我们在讲摄影的术语里面 很重要的 其实他主要讲的是说 当我们拿着一个相机 然后呢 我们一个观众床 对那个就是你那个快门 你按下去的时候就叫Capturing the moment OK 瞬间 所以这次主要是现代 主要比较倾向于现代展 跟摄影展两个在一起 应该是直接就是 画展 20世纪一直到11世纪 然后当中有绘画也有摄影 那更重要就是在谈说 这两个就是绘画跟摄影 如怎么样的彼此影响 然后彼此 彼此能够刺激 然后彼此越来越 壮大 然后越来越精彩 因为摄影从19世纪 20世纪开始 摄影变得很重要 对 那可是有的摄影 为什么要画画呢 对 对 那可是不是讲讲 对不对 中间就变化很多 所以这次你们等于什么 20世纪 21世纪 把这些当代美术 跟这个摄影一起 大师要展 对 21件是神态民提供的 然后 然后多少件是 34件是泰德美术馆的典藏 然后6月29号到11月17号 就是在高雄市里美术馆 瞬间 这次 叫做瞬间 展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有个副标 有个副标 副标 穿越摄影与绘画之旅 还有个旅行 穿越 摄影与绘画之旅 你现在还年轻 到这年纪 只记得瞬间 可以 我们就记得瞬间就好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来 我们等下介绍这里面的一些展内容 为什么这是这么特别 到底有几个东西是一定要看的 是 这里面很多大师的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网络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高美馆 高雄市里美术馆的展览部主任 服务那个地方已经28年了 我们的曾方林 曾主任 不要吓到大家 对 不会不会 很好 曾方林女士就长得很有气质又漂亮 那么 有个很重要展览 台湾今天很多好展览 比如说奇美馆 台南奇美馆 这次我去看了 从这个 从这个拉菲尔 一直到帆古 这个展览 另外这一次呢 这个高美馆展的 就是叫瞬间 然后是 跟泰德美术馆合作 然后陈泰明就中间协助 然后带 陈泰明有21个展览 一个他自己私人收的 然后泰德美术馆提供了 34件 对 然后 从6月29号到 11月17号 就在高雄 这个实力美术馆 三周年 特别的一个展览 没错 而且太重要 就是所有的作品的 我们都讲 为什么我们 我们就是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说 千万不要忘记 很多朋友啊 常常都说 啊我这样的展览很棒 很重要 我会去看 然后又忘记 这样不行 因为这真的 高雄最近 太多展览 太多作品太重要 最近的演唱会啊 什么东西啊 是啊 办得蛮好的 我觉得大家干脆 整个暑假就到高雄好了啦 就住我们那边好了 对 对呀 对 是不是 就是而且 我们应该我们旅馆也那么棒 然后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对 门票就是多少钱 这次门票是300块 300块 对 不过如果你是觉得 还没有讲完了 如果你是学生 就200 还有另外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就是你是高雄市民的话 你看我觉得 你看我们高 我们的那个卖卖市场就是这样 就是support我们高雄市民 你是高雄市民的话 只要拿着你的证件就是200 OK 对 还有还有还有一个更厉害的 我们今年不是30周年吗 所以呢 跟我们高美馆一样平大的年轻人们 就是1994年出生 30岁的年轻人 我们就没办法了啦 30岁的年轻人 你们随时随地 在今年你可以不断的进我们高美馆 包含这个大展 对 免费 免费 OK 哎 迟早有一天台湾的那个博物馆 那美术馆应该开始免费了吗 去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 全世界各地不是相反 就是其实呢 我有听到一些人会说 泰德就免费 会提到 没有 有些人会提到说 哎好说会不会有点贵啊 300 那个我已经确定了 就是Tate Martin 他这个展览在伦敦的时候 他是收大概 如果折合台币是大概1000块 然后他们的策展 有特别跟我们讲 因为这次特殊的原因 特殊的原因 所以呢 他其实是收比较低一点点 对对对 所以这么说好了 就是说在我们台湾啊 我们大家的票价还是算不贵的 不贵 所以要珍惜 对了 好 这次呢 有很多大师 而且分五个展区 对对 好 那就可以 有些一定要看的 好不好 那就请你慢慢介绍 开始 我们互相聊天 我想 比较重要就是 我一定要来先从这个开始 因为我们的策展 名摄影师 对我们策展人一直不断的就是 特别是我们一到高美馆的展间 大家会发现 一进场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一张摄影作品 对对对 叫做兰格的作品 这件作品 他大概是 就是拍于大概1936年左右 所以就大概 如果我们现在想 就是民国二十几年 25年 对 民国二十几年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件作品 作为一个开端 然后作为这个 我们刚刚说这个摄影跟会画之旅的开始 就是因为呢 其实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看我们还记得 我们小的时候看我们照片 大概都是说拍拍战 然后什么憋电脑拍战 或是拍这个空景比较多 那像这像兰格这样子 当然他当初是受到那个美国政府的一个委托 那他要拍下当时就是整个就是经济大萧条的时候的样子 更重要其实他当时是要替这个国家做一种promotion 就是他要宣扬罗斯福总统的一个德政等等的 那所以当时他这一件作品虽然是国家commission 可是当他一po在他的这个就是就是报纸上的时候 这一张作品就一直有名到现在 对19三几年在美国的极大恐慌的时候 对好 然后因为呢 很少有人就当时很少有人能够 对很少有人就是说 他用一个人物像 然后让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人物的表情上面 就感受到这种很强烈的情感 然后他们就被他给感染了 这次这次展瞬间主要是摄影跟21世纪当代的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就是要看看说 这是一定要看的 这幅是营照了 对但是后面有个故事 我刚刚讲了 他说这个是他当时去拍这个经济大萧条的农夫 可是事隔42年之后 这位太太出来了 这位太太叫做Simpson 就是Simpson太太太 他就告诉大家说 我不是农夫 就是他说 其实当时那个摄影家在拍他的时候 第一他没有跟他说要做什么之用 第二个他跟他说 我绝对不会把你这张作品拿去卖 第三他说我一定会送你一张 但是这三件事情都没发生 那比较经典的事情来了 就是说很多民众一听到我们讲完 这样的故事就会说 所以这是假的 一定的吗 就会说所以他不是农夫 所以这为什么我们车展认为这一件 这一件呢作为一个展览的开始 这很多人看过 对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说 即便我今天告诉大家 这位太太她是一个就是印第安人 她原住民吗 对她是原住民 然后她两个孩子呢 你看躲在她旁边 所以这张呢感染力太强了 可是她当时根本就不是什么农夫 她可能她是因为她在旅行的时候 她车子抛锚 然后自己就很很困苦 而我们要重点是要讲的 不管今天一个艺术家 她拿这个画笔画画 或者是她拍张照片 重要的是 她一点都不减损她的感染力 所以我想 这才是策展最想要跟我们讲的话 其实照片啊 照片这几年又流行回来了 对 对就是你说在艺术界那边 照片有段时间 因为有画了 有雕刻了干嘛的 不要下去了 有装置艺术了 可照片这几年又回来了 对 这一次展出有多少照片 我还没有认真 对就照片跟绘画来讲 我没有讲过艺术家有几位 因为好几个大师 对对对 这个珍姬这次会来吗 对不对 全部都是珍姬 OK 有五个展区 五个展区 六个展区 六个展区 对对对 那照片是一个展区 你是以大师来分 不是不是 还是以什么来分 每一个展区 它都有非常特别的一个对话 所以每一个展区当中 都可能会有摄影作品 或是这个就是绘画作品 所以不是用大师 或者是照片跟绘画 因为全部都大师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用对话 什么样对话 比如说我像我刚刚 像刚刚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大家听的就很动人 因为第一个他他太有名了 你看在你在谈这个摄影史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不能错过他 可是最后对跟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发现说 哦其实他根本不是农夫 嗯对 但是他感染人感染一辈子 对对对对 好我们有六个展区 那你有些图片 因为我们有观众 也有听众 对 所以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等马上回来 好 大家好 我是王农忠 欢迎收听 哎 我是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的 我们这位美女 是我们高雄市立美术馆的展览部主任 曾方林 有个大展 这个大展的叫瞬间 穿越绘画与摄影之旅 在6月29号到11月17号 在高雄市立美术馆在展触 很重要 因为这个是泰德美术馆 跟这个陈泰民在中间帮忙 陈泰民自己有些 自己私人藏的二十几件 然后泰德美术馆 现在美术馆有三十几件合在一起 是一个大展 而泰德美术馆第一次跟外面合作 对 第一次跟私人的藏家 第一次 因为他们以前做展览 就是用自己的典藏 对 你们有办过一次 他用他自己的典藏就好啦 他不用跟 但是这一次相反 就是说 其实他们主要已经先锁定 就是我们这个 国具艺术基金会的 国具基金会的收藏 然后非常非常重要 他们其实是以这些收藏为核心 我们常常就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 可能韦中根以后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人 其实很想要遇到对手 就是你没有对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有点孤单 这一次完全是这样子 就是他们看着一定要展出的 这个国具基金会的作品 然后他们也就翻箱倒柜 这个泰德 Ted Martin也不是省油的灯 就把最厉害的全部拿出来 英国展 就是整个就整个回来 所以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就是我们 王牌对王牌 对 去年六月展到四月 四月底之后呢 我们钢磨馆真的是跟着这个Ted Martin的团队 就真的叫马不停蹄 然后作品在五月初就到了 对 五月五月底就到了 台湾是卧骨藏龙了 你看陈泰民可以四月收藏这么多好东西 让泰德现在美术馆觉得说哎呦真的要开始合作一下 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然后还有他再回到他的故图 他是在高雄读书长大的 对对对 然后办这个这次 瞬间穿越绘画与摄影之展 对OK 然后我们说有分六个 六个展部对不对 这次有你在你在策展 然后在介绍里面中一定要看的 这个是水手 这个大家看到了吧 这是比卡索 那这一次呢 比卡索作品有两件 有三件 两件是国具基金会 那第三件哭泣的女人呢 就是泰德基金 泰德美术馆的典藏 三件都太惊认了 就是我们常常在讲说 当然这个比卡索这么的有名 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把比卡索最厉害的作品 全部都出楼 那才是泰德 水手是 水手是国具基金会 哎呀这张很贵 太可怕了 但我暂时不能跟大家说多少钱 这张很贵很贵很贵 对对对 水手这有名啊 对非常非常有名 那我们话还是要回到 就是这个策展他的核心 刚刚有讲到说 穿越绘画以摄影之旅 就是说会 当然我们刚刚讲 就是当摄影诞生之后 我们可能会认为说 那如果拍照拍这么的真 那我画家要干嘛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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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我们就回家休息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 但事实上不是你想象的 当然不是 比如说呢 最厉害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比卡索 比卡索是最早呢 最早最早最早 他呢就是受到这个摄影的影响 然后呢大家看到这个 比如说他的作品看起来很奇怪 好像变形了 那其实我们如果就是简单的讲 就是如果给第一次看作品的人 很想要了解的人 我们就告诉他说 你就想象比卡索 就是你看他如果是30年代画这件作品 他就是一个导演 导播导播 比如说我们有camera1 camera2 camera3 那这个三个四个不同的 的这个这个摄影机呢 角度 然后他把它融结在一起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非常困难 就是你第一次呢 把不同的空间 然后折叠之后呢 夹在一个单一的 二次元的空间里面 对对厉害 对非常厉害 然后比卡索就是非常厉害 而比卡索呢 其实大家有人觉得说 比卡索的话 为什么每次很多话都很奇怪啊 对 不是 今天比卡索素描 你就看素描 他好得不得了 基础太厉害了 对 那比卡索一句话 我最喜欢 他说每一个孩子都是艺术家 但中间都被污染了 他一直想回到孩子的时候 是 你们看比卡索的话 真的也很有怎么感觉 很奇怪 他的话只要换 放在任何一个地方 你就只会看到他的话 对 力量之大 就是完全不能 随便摆 忽略他 不能忽略他 不能忽略他 然后这个很可能是他自己 这个这个穿 对他喜欢穿这种横条的衣服 对对对 他没有说那个一定就是他 但是大家猜测 应该都是 他后来头发不多了 他说这些衣服穿 不过比卡索真的很了不起 大座 原来这是陈泰明收的 四元的 OK 好 再来 然后再来呢 呃 我们也要跟大家讲 叫做卢化的这个空间 什么叫卢化的空间 那我们现在这一张也是 这一次我要跟大家说 绝对不可以错过 因为他是超级巨星 Jeff Wall 我认为他应该没有来过台湾展出 加拿大的艺术家非常非常厉害 那一定要到现场看 因为你看我们今天是因为节目的关系 我们只好拿小小版 这一张作品大的不得了 你一进我们那个展间 你整个人就会被他吸吸过去 那力量太强大了 那你看 韦中哥你看这个样子 你就觉得说 哦他拍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的题目超简单的 就是说 突如其来的一阵风 突如其来的一阵风 一点都不难 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个作品 就觉得说 啊艺术家都弄了这样子神明兮兮的 然后我们有YouTube来 也有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的话 光听到感觉不出来 就去看展览 对直接看展览最好 就直接去 但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聊一聊 然后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去看展 那你会很感动 那Jeff Wall的这张突如其来的一阵风 看起来就像他 在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原演上面 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那张照片呢 真的是看起来真是突如其来的一阵风 里面有四个人五个人 然后他们因为突如其来的一阵风呢 整个人就疯了 就是整个人就脱吹走的啊 然后有有就是完全是乱了手脚 那更可怕的是他上面还有一个人 他拿了一个就是就是有点像文件夹 然后这文件夹里面的纸张 全部都飞起来 那我们讲到这里他们就说哦 那就是算他厉害啊 就是啪啪啪就可以拍照 瞬间嘛 对不好意思 就跟刚刚我揭晓这个一样 他又后面又是一个谜 这一件作品呢 不是这张作品不是那一瞬间拍的 这张作品花了Jeff Wall呢 将近一年的时间 他就像一个电影的大导演一样 他拍了将近上百张上两百张 才得到这一张 才得到这张 而且那时候也不是用电 也不是不能用电脑 那就完蛋了 也不是setting 他就一直拍一直拍 拍到而且就跟这幅画是一样的 超厉害 他是受到非常厉害 服饰会的这位 可是被在大家非常非常有名的 这位艺术家的影响 所以呢你看他在温哥华的郊区呢 就搞了一个这样的场景 可是呢做的跟真的一样 就是这里面你们刚看到 这些这些飞照天空当中的这些纸张 全部是他 你有看到我们在现场 会放另外一张草图 然后你就看他像一个建筑师一样 一张一张什么方向 什么样子都非常惊喜 为什么这个照片 会是一个从日本的一个服饰会的画法 所以非常感动 这样子比照出来的呢 画这个服饰会的这个老人 是非常重要的 等一下介绍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高美馆展览部的主任 曾方林谈 这一次在6月29号到11月17号 瞬间穿越绘画与摄影之展大展览 这是30周年 因为高美馆30周年 所以很重要一个展览 泰德美术馆 跟然后陈泰明 他本人很多的一些收藏 大家互相尬在一起 在英国展览过 这次为了30周年到这个高雄美术馆来展览 我们的主任高我们再介绍几个必须要看的 对刚才我们讲到沃浮那幅有名的那个 一阵风的这张照片 对突如起来一阵风 结果你看 他就是受到这个服饰会的影响 日本的服饰会影响 太多了 欧美的美术很重要 对对对 那这个就是那个北斋的吗 对对 那当然他们影响的方式很多种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艺术家 他是受到这种 就是就是服饰会上面的画法 对 会颜色 其实会会 对很多 其实会互相影响 我们上次访问那个 Rita一讲到所谓的长语 其实长语的话 也受到那时候影响派 很多人的影响 全世界画家跟艺术家 会互相影响 没错没错 对对对 我觉得那段时间是一个 真的是百花极放 精彩 真是精彩 其实艺术家 就像我刚刚又跟韦中哥讲 所以这一次因为是两个典藏 就是美术馆典藏跟私人典藏 就像我说 大家都喜欢看到对手 艺术家也是 他看到非常厉害的艺术家的时候 那他就会激发起他更多的这个 又嫉妒 又羡慕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小画 这次不会展 这是会放在 不会没办法展 这个原著照片有 这个就放在旁边 给大家做参考 大家可以参考 非常震撼 好 下还一定要看的 接着我就觉得 有个好感动的故事 就是我们大家 其实也会很好奇说 这整个合作是怎么开始的 你说瞬间这个 对那我想 之前就是我们的车展 又告诉我们 其实他们就是泰德现代美术馆的前馆长 他就是因为有一次很特殊的一个meeting一个见面会 然后他就知道陈先生有这一件就是李希特 这是德国非常非常重要的艺术家的作品 那他有去看到这件作品之后 另外当然等一下我会特别讲 另外一件是这个两个蜡烛 然后他非常感动 所以所有的谈话就从这边开始 他说哇那这样子 这个一定要来做这样的一个展览 所以后来我相信 那当然这个车展人 他们绝对不会说 我们就是把好的作品排排站就好 不行 他们在做的时候呢 还有做非常细腻的一个就是爬书 然后让大家让作品当中的这个细腻的一个论述呢 然后让他更完整 所以大家会看到李希特 刚刚我们还没有节目还没开始 大家就是我给大家 以为是照片 对想说这是照片嘛 那其实 这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其实有很多艺术家 他们受到绘画 他是受到那个就是照相的影响 那很多艺术家呢 他有一种艺术家是采取 就是说我绝对不再跟你这些摄影艺术家 做一样的事情 但相反这种就是我跟你正面对决 所以他可以他画出来的比照片还要很可怕 对 但他就有比较out focus的画法 比较失焦的画法 对但是更难的就是说 他好像是一张照片 但是他好像不知道是因为 时光里面的一个流逝 还是因为他是晃动了这个镜头 而造成这么奇怪的感觉 那其实 这是画的 各位看来 而且他画他 这个里面是很感动的故事 他画他自己的阿姨 玛丽阿姨 然后这个是他自己 对 所以他是用他自己家 家庭的照相簿里面 真的一个照片 但是其实他是要辐射出 整个大历史或大时代的一个故事 其实他的玛丽阿姨 当时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其实如果你近看 你到现场看 你会看得出来 他有点像是 好像有点mental problem 就是有点像唐氏症这样子 但是玛丽阿姨他生活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最难最悲伤的事情 就是当时在这个 就是二战纳粹的时候 那因为优生学的关系 他的阿姨是被 就是被处死的 所以非常杀心 所以他是用这样子 然后他特别用这样的画法 也是想要呈现出 其实我们人生 就是很多的回忆 那他想要让大家看到这种 就是好像回忆 逐渐的在我们的脑海面 慢慢模糊了 渐渐消失掉 消失掉的这种感觉 对这画背后的故事 是一定要了解 对 艺术家为什么创作东西 就很重要 这个两根蜡烛 一样是李希特 这个为什么这个测展说 非看不可 大家一定要到现场去看 因为一样 现在大家是因为镜头 看起来可能又以为是照片 那又再一次 这是一张画 李希特 这是一张画 非常惊人 我每次站在画作 很前面很前面 这样一直看他 就非常的感动 因为 就进入写实了吗 对他其实是 几乎叫照相写实了 照相写实 对他画的非常真 那其实欧洲 欧洲的文化里面 有一个就是metaphor 就是他们看到蜡烛 其实象征的是 烧纵即逝的生命 其实有种死亡的感觉 对 但是呢 这一张又更特别 你在现场看的时候 有的人说 他画两只蜡烛 可是其实他也可能是镜像 就是他画了一个照相写实 但是在照相写实当中 又再画了一个 他的镜像里面的他 镜像里面的蜡烛 那这一张呢 也是测展说 他们觉得可能这一次展演当中 这两张可以说是最棒的作品 不为过 所以大家千万千万到现场的时候 千万一定要来看 这是一幅写实画 对 画那个光 画那个蜡烛的那个 那个时候的光 然后还有对照 你现在如果听众再是一回事 你说观众从这荧幕上看不出他的真的是 对我真的刚刚很厉害 因为我刚刚只顾着讲说他照相写实等等 还有他的metaphone 那没有错 就是他虽然是当代艺术家 他做的这种照相写实 可是他内在的这个技法 完全是非常非常古典的 比如说光 很难的 比如说光 然后比如说他的这个细腻的描写等等 所以这张是 台湾画镜物有个画家叶子棋啊 他是纽约的 他画镜物也是 有点厉害 写实照相写实的 他那个写实也是不得了 我们台湾 叶子棋 好几位画照相写实 对对对 非常厉害 这幅画重要 对 这幅画 这个这个 这是应该算是普普艺术了吧 应该算吧 应该没有特别把它归类在普普艺术 但David Harkney实在是太重要了 然后呢 这张作品又是重要中的重要 可以说是David Harkney 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作品都不为过 对 这个是陈泰明收的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的国剧基金会说的非常厉害 这幅画 这幅画是叫什么肖像来了 就是艺术家的肖像 对这是两位艺术家 对对 其实他的题目很简单 对对 然后呢 很大哦这幅画 很大 这件很大 而且呢 他这个画家很喜欢画用词 对 最重要的是 他呢 就是这个是可以讲 这个是查得出来的 就是当70年代 David Harkney画完这件作品的时候 因为当时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个展 然后就这张作品就非常非常的有名 这张 然后也当中一手多人 可是在2018年的时候呢 就创下我们家世的 所以在世 有史以来 艺术家拍卖最高 就是活着的艺术家 目前没有人泼 我看过一次他展览 是在 是放地上 对对对对 放在地上 真的你看到游泳池在 他很喜欢画用 这个David 很喜欢 David Harkney Harkney 他很喜欢画用词 对 画这个时候就是 这个所谓这个对 那大家很多人 哎有趣的 这就是观众就会很好奇 那怎么他 他他他怎么会那么有名 他怎么会这么收到大家的欢迎 那其实呢 这件作品他画的都是他认识的人 那还有这张作品 其实大家到现场看的时候 会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他你看他的构图很简单 他就前面是个大泳池 然后后面是个山 那有一些那个就是 就是欧洲的这个一评人也会讲 他就说 这个David Hockney 就画他最喜欢的加州 因为他虽然是英国人 可是他后来就住在加州 可是后面呢 在慢慢告诉你故事的时候 你就恍然大悟 第一个呢 这件作品你可以看到 他前面这个泳池呢 很靠近你 然后呢 这个水呢 看起来很有深度 又很透明感 可是你如果靠的很近看 你会吓一跳 因为他就是平图 对对对 然后呢 再来就这个山 这个这个山 就是非常非常的远 那后来侧展人跟我们讲说 其实因为David Hockney呢 他非常喜欢 透过这个照片来创作 然后他呢 他为了要画出 他自己觉得非常非常理想的 加州的山 其实呢 他是叫他的助理 去拍了一大堆法国的山 他是拍了 加州太干 很多山都哭的 他是拍了法国的山 才能够让他满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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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是这个 应该是世俗的一个 写实主义的 对对对对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大家好 我是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要请的是 高美馆展览部的主任 曾方林 今天我们谈的是 在6月29号到11月17号 高雄美术馆30周年 瞬间穿越这个绘画与摄影之旅的展览 大展览在台湾很重要 太重要了 对 泰德美术 现代美术馆跟陈泰明的作品 陈泰明一起合作 在他英国展出之后 然后 直接原汁原味 我们美术馆不是私人 但是他第一次跟私人常家 私人常家合作的一个展览 太厉害了 强强出手 到这个高美馆展览 对 有太多大师的作品 非常厉害 我们刚刚刚好讲到 David 他可能想到一半 非常非常重要 那当然他是创 这个就是拍卖最高的金额 那我们刚刚讲说 其实 这里面他画的是 他很熟悉的人 其实这一位呢 站着的这一位 男士是他一生的挚爱 可是他在70年代画他的时候 他们两个其实已经分手了 然后呢 下面这个 这个其实他是画他的 就是他的 就是他的工作室的助理 那其实他们会讲一个故事 就是说 当时David Harkin 其实他要画这件的时候 他已经把前面毁掉太多件 因为都不满意 就一直毁掉 那后来呢 他就突然之间在 他的工作室的地上 突然看到两张照片 一张就是他站着的照片 那一张就是这样子 在游泳的照片 那他就很快的把 这个画面连接起来 然后画完之后 他也非常非常的满意 那当然我们如果撇开这些故事 你光是看这件作品 会觉得很有意思 就第一个你看这是动的 然后近的 然后呢 你有没有看到 一个不在画面上出现的 就是你现在看不到阳光 阳光不知道在哪里 可能是在这里吧 整个铺满了Peter 就是他的挚爱 他的μS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完全整个阳光 是撒在他身上 然后David Huckney 他也非常喜欢画一种透明的东西 比如水啊玻璃啊等等 那这一张照片又是一样 这张画作又是表现得太精彩了 就是其实他当中 水温 他只是用一些水的这个 就是白色的线条 可是你却看到 满在阳光下 然后这个人游水过去的时候 晃动的这个感觉 非常非常好看 那还有很多人也是说 这张作品呢 最有意思就是说 他其实有很巨大的神秘感 因为如果我今天告诉你说 我画什么了 那就就结束了 我如果跟你讲 是什么故事就没有了 但这张作品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呢 就是西装壁挺的 然后站在泳池旁边 然后又看着水里面的一个小男孩 这样游过去 不过车展有跟我们讲一个故事 就是说他当时呢 我刚刚有讲 就是当时David Hockney 在画这张作品的时候 其实他刚刚才跟Peter 已经分手了 但是他的一生之后 他是在他16岁的时候 就认识他到现在 那其实呢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他画 就是沐浴在这个阳光下的一个Peter 他声明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 可是其实Peter 是看了另外一个小男生 那也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想见 他在画这张作品的时候 应该是有很巨大的 Hot broken 可是呢 我们常都觉得 真正厉害的一书家就是这样 如果我画一张作品 上面就是爆哭 就是哭的死去活来 那就结束了 但常常都是这种 就是巨大的神秘 然后巨大的一种 你没有办法去描述他的这种 巨大的悲伤 那最后呢 他绽放出来 就会这样子的具有感染力 对 所以这张大家一定 千万千万不可以错过 这个话当背后有故事 不精彩的是说 真的他这个 我就看过他的作品 就是说他很喜欢画游泳池 跟很多光影 对非常非常 我是真的看他画 放在地上 有在一个 我忘了在哪个地方看的 那个看起来很惊人 很惊人 展翅的方法很有意思 你就看一个游泳池就在 好像就是其实是画出来 光影画出来 我这个后面的故事 就是 有时你看这些艺术家的画作 那戴肥浩克你实在是太有名了 他现在超级巨星 可是有的时候 你从他的画作当中 你会觉得说 每一个艺术家 真的好就赤子自心 对 这次还有安迪沃厚 就是我觉得纽约这个 是瀑布艺术大师 就他的作品也在里面 对而且这一次浦布的两件作品呢 都是我们呈现就是国具基金会的收藏 也是非常厉害 对非常非常厉害 那我想浦布大师 安迪沃侯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那他就是能够用 就是当这个时间来到了更近代 更将近21世纪 或是在20世纪末的时候 像我们电视啊广告啊等等 这些都会影响艺术家 不仅仅是照片而已了 对了对了 到瀑布的时候 就是世俗的写实主义了 就是你好看得很像大海报一样 对对出现了 对非常动人 不过真的这次大展览 是非常精彩的 我觉得有这么多的名画 然后泰德美术馆 第一次跟私人的展 一起合在一起 在英国展览之后 然后我们台湾的企业家陈泰明 有这么多作品出来 跟泰德现代美术馆一起合作 很精彩 好那是在6月26号 6月29号到11月17号 对到11月 还有很多时间 大家一定要来 而且还有里面还有什么 他这个叫瞬间 好像还有饮料公司一起合作 做饮料给大家喝 对我刚刚就要讲说 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 就是你们进来看展览 那个票根不要弄丢 对那票根好有用 我看把表背起来好了 对对活动里面有很多好玩 对还可以喝 对又会什么的 所以大家记得 就是来一趟高雄 我们吧真的高雄太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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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